灰熊加州小旅行 异性阑珊德和快艇交手玩 输赢其实没那么重要 大家关心的 反而是即将和勇士交手的比赛 事关73勝的新纪录 灰熊会不会想当关键的陈咬金 听听这语气 灰熊智不在此 他们更想要在季后赛杀出重围 但我们仍然需要玩游戏 所以我们要去外出 做什么我们可以做 看什么会发生 最重要的是 在赛杀准备准备 让我们让我们的年轻人 舒服 因为每个赛杀的赛杀 会在那边的赛杀 所以现在是最重要的事 另一件与灰熊无关的NBA大事 就是Kobe退休 而也常常被媒体追问 这个话题的卡特劳菲人 也回应了退休话题 难得被台湾媒体专访 VC也了解了对台湾的记忆 YT新闻洛杉矶采访小组 采访报导 结架 Kelsey F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